俄夫聯盟董事長帶著幹部 聲聲異舉光道歉 因為北市一名一歲男童 遭到保姆殘忍虐待身亡 俄夫聯盟身為媒和平台 卻沒有負起監督責任 憤怒的民眾直接灌爆臉書 要俄夫聯盟給個交代 照顧的過程 是四個月 前三個月 一切狀況 都還正常 但是第四個月 這個保姆 說 他照顧了兩個孩子 其中有一個孩子 生病 是不是跟延後來訪視 社工人員 就相信他 所以我們 就延後去訪視 俄夫聯盟強調 前三個月的探視過程 一切正常加上保姆 曾是幼教老师 先前也沒有不良紀錄 不過該保姆的住家被爆出骯髒凌亂 進出人口複雜 卻還能獲得出養資格 難道是俄夫聯盟包庇保姆嗎 我們除了這個基本的證照以外 我們會通常都會根據 多個系統查核一下 他過往有沒有什麼不良的紀錄 這樣 然後也會再多做一次的加放 家人也都會盡可能 在同住的家人都會看到 然後進入我們一個 就是內部的審查 也就是他們的培訓教育 應該要提升不同的層面 要不然人家每個寶貝 交在你的手上 遇到了 有些時候遺憾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既然人家孩子托給我們的 我們就要負責 我們請社工 他就是要直接去面對司法 要社工坦然面對司法 難道是要將一切推給社工嗎 不過俄夫聯盟的爭議不止這一樁 美妮獲得大量捐款的俄夫聯盟 被挖出總資產高達45.9億元 但卻耗資3.7億元 在內湖購置辦公室 有錢買豪華辦公室 卻沒有人力照顧好小孩子 花大錢蓋大樓 卻連兒童安全都顧不好 俄夫聯盟整意連連 儘管強調一切交由司法調查 但俄戶形象恐怕也已經大打折扣 歡迎新聞 宋君一科舉行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